有没有对什么东西特别偏好 我总是问 看到就爱不释手就一定要买下来 有异议或者是制作的非常别致的卡片 卡片 什么样卡片 是那种就写的那种祝福卡片吗 对啊 然后我到各个国家旅游的时候 也都会在当地书店搜刮 就很有富有当地特色的卡片 用明信片啊 对对对 像有些圣诞卡非常华丽啊 然后有些国家的分类就很细啊 连比如说12岁生人就有12岁生人专属的卡片 哦真的 分手有分手的卡片 你离职的大家祝福你退休有卡片 那你会收集来 并不是说拿出来 就是说要写给谁 那很多其实很难用得到 哦真的 对但是偶尔也会就为了要 请一些空间出来 还是会把它写一写送出去 毕竟分享才有意思 我听说你是有那种叫官能强迫症 这个英文叫control freak 控制狂 控制狂 一点点啦 就因为小时候妈妈的管教会比较希望我们 用完东西可以乌龟云味 然后家里尽量是整齐清洁的状态 所以我跟弟弟也都有这样子 养成这样子的习惯 所以我们家算是 就是蛮整齐的 然后每个我们三个人的房间也都是井然有序的 哦所以就养成了你就对很多事情都希望能够做到非常的完美 会不会 嗯会啊会啊 学习的路程上也是 但是进了这一行以后会慢慢学习到其实有很多的因素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就是不是人为因素可以去掌握的 对 现在会比较学着顺其自然跟静人是听天命这样的感觉吧 哇 这个说的就好哲学 不过我觉得依晨还是有非常多让我们惊讶的地方 比如说他非常规律 然后很不跟演艺圈相容那种作息规律 我经常感叹说 我们两个真是最不像演艺圈的 他也是啊 他比较不喜欢 可是他因为他工作需求 他会多多少少会去出席一些应酬的场合 可是他能不让我参加就尽量把我推掉 对这点我很感谢他 因为我也真的不太适应 所以就得了一个雅号叫那个什么成型小老人 然后我听到说记了好半天 这个要在自己完全没有工作的状态下 才有可能实验啦 说实验是因为 对我常常会因为 接的工作会被打乱 那真的有自己可以休息的时间的时候 就真的会尝试可能十点就就寝啊 然后凌晨四点多 天还没亮就要起床啊 很享受自己一个人的状态 对我觉得是我能理解就早上四点钟 那时候还没有工作也没有人打扰你 其实那个时候是完全放空的属于自己的世界 我觉得可能一成现在在这种繁忙的工作当中 那种快节奏的这种好像生活节奏里 你特别希望能找到一份完全属于自己的乐土 很宁静的这种境界啊 对 你瞎想吗 真的那两三个小时相当于你平常的一倍时间以上 你就会在那做早餐还会去有比如说冥想啊 什么的 冥想啊 看书啊 看书有啊 上网啊 速度特别快 写日记啊 那时候没有人跟你在网上聊天的 大家都在睡觉 我还蛮不习惯网上聊天 你去看一些东西 对 去看看自己的新闻什么的 各地世界新闻都看 都会看 今天是重阳节吗 对 也不能够回去跟妈妈一起过 有什么可以 比如说跟妈妈说的话呢 首先就是要很感谢她一直以来的包容 理解跟支持吧 我觉得一个 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 我觉得我的家人有时候挺辛苦的 对 所以会很谢谢她们 那她们要为你骄傲啊 对不对 应该很非常非常以你为自豪 应该说是她们比较多的情绪会是心疼吧 希望你不要那么辛苦了 不要这么她要求完美之类的 因为累到的往往是自己 对 因为我的家人比较 比较注重亲人之间的情感维系 所以我们常常游山玩水啊 到处去吃好吃的餐厅 然后他们就觉得我这样子太劳碌命了 或者说跟他们在一起能够享受这样时刻的机会太少 对不对 其实同样的和你的家人一样心疼你的 还有我们在网上非常多喜欢你支持你的影迷歌迷朋友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留言 比如说这位手机用户啊 他就说喜欢你没有道理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千千宝宝 他说这么喜欢你是因为你不光长得非常可爱 而且很帅直不做作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很期待你的这个舞台剧的作品 谢谢 不要太辛苦了 那一成今天来做客新浪 很多的网友朋友都在说说过两天就是他的生日啦 啊被你们发现啦 29号生日就要到了 我们今天现场也会来接这个网友的代表 他们代表很多不能够来现场的网友朋友送上 给依晨的生日礼物 我们看看他们在哪里 哎 啊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 这个是我们那个所有的成员 哦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嘛 这是我们用毛巾制成的生日蛋糕 哦不是能吃的那个 哎不是不是 哎你很失望 他们都知道我不敢多吃 所以就做的 well谢谢你们的好意 这个是希望依晨的新专辑能够大卖 谢谢 然后 那要靠你们努力哦 一定会的 一定会永远支持她 然后不仅是我们影视之界的小天后 还有跟我们分享纽约秋学经历的小作家 希望也将来一定会成为乐团的天后 哇